ok 然后这一瓶 我会倒了一杯 为什么 这瓶我要弄烧的 火辣 挺高味的感觉的味道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白羊 今天我要拍的东西 就是我要去实测 很久没有拍一种实测的影片了 我今天看过人家拍的那种影片 就是人家去try 去买很多 Melo 好像妈妈当的Melo Madonna的Melo 然后冠装的Melo 瓶装的 每个都有不一样的味道 可是我看没有人拍可乐的 我今天会去买很多地方的可乐 我会去买那种罐装的 瓶装的 McDonald的 KFC的 然后我们来实测看一下 到底哪一个是最好喝 然后味道是真的不一样 ok 来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买 走 我绝对不是因为没有content 我才拍这个content的 绝对不是 我很多content的 我今天想拍这个content 现在要过年了吗 然后过年 每次大家都会喝什么 我会喝cord嘛 cord有这样多种 所以今天我们就去看下 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喝 因为你没有 一直过买的 全部空配哦 你根本是喝不出的 啊 今天是要cola satu yang medium 有人懂为什么cola cola叫cord吗 中国cola 会换名字的叻 ok thank you ok 第一杯cola 普通的罐装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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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很大支的 我都不够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Fexy 我每次听到人家讲 Fexycola 我不懂他们是不是同一个爸爸生出来了 是不是同一个公司了 我真的不懂 ok 再来到familymark 就最后一间了啦 买完了我们就可以回家去试了 ok 我看到了很多cola 你看对啦 我就讲familymark 很多了 你看 哇很多叻 要讲哪 雞肉酱 ok 这个是没有糖的 应该是 然后这个是赖的 哇很多哦 vaniila的 哇我整个cola代言了叻 cola 看到我快点找我 我懂啊 我是小白羊 今年23岁 然后 啊 狮子座 快点找我 mango favorite 哇你们真的是 不怕拉肚子啊 我怕拉肚子啊 不怕拉肚子啊 三条啊 三条给我啊 够我啊 蛤 你要把这个物质大亮了 ok ok let's go ok 来 我们已经回到来了 然后你看 大家好,我已經擺妹妹了 這邊是我們的Persy Team 這邊是我們的Cola Team Cocca Cola叫做百事可樂 Persy Cola,叫做可口可樂 錯了,倒滿了 Cocca Cola叫做可口可樂 Persy Cola叫做百事可樂 我們兩個是不一樣的公司 我剛才講出錯了 Persy Cola它裡面就是鐵砂 這個叫做檸檬酸的東西 同时含有更多糖分 COCA COLA不含柠檬酸 糖分也比较少 然后还有一个叫磷酸的东西 让它的口感更为酸涩 我已经准备好杯了 我现在又把它们倒出来 然后我们就试一试 我已经把全部都倒出来了 你看每个都倒一点一点 不要倒太多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东西 然后这一瓶 这瓶我会倒多一杯 为什么 这瓶我要弄烧的 COCA 你们是不是没有喝过烧的 冷的你们常常喝吗 没有冷的也喝过 烧的肯定没有喝过 我就想看到有人去弄到烧的 所以我想试一下烧的 到底有什么味道 所以那个在弄烧就要等 在你们等的当时 来 杰森有没有看好福利 登登登登 有没有看到我的 COLA手表登 现在有一个叫马来西亚的手表品牌 叫做Ice Wash 他们就跟了COCA COLA联名合作 今天这影片就是他们赞助的 OK 来 我们再进入广告时间 现在你们看到了这款手表 它的名字叫做Ice Wash 他们现在有跟COCA COLA合作联名推出了这个 COCA COLA系列的手表 然后这个手表有白色有红色 它的配色主要是以白色和红色为主 就像你们看到的 我是觉得这个手表真的很美啦 它做到很简单很普通 然后又不时一点高级的感觉 你们看我戴上去 几算一下 重点啊 重点它还有太阳的这个功能 然后呢 它又有防水这个功能就是Water Resist 所以让你可以在游泳的时候 带住手表 你们还在等什么 赶快去我们的IG下单啦 这个COCA COLA真的很好看 你看 在我的身上是不是气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很配合今天这个足迹是不是 来这我们这个 已经烤了 很高味的感觉的味道 OK 我们现在开始评测了 看它到底哪一个好喝 现在从哪一个开始咧 从哪一个开始咧 从哪一个开始 来这个第一杯 大罐的 COLA 没有那么多气啦 我觉得 这个大瓶装了吗 可以试一下小瓶装了 OK 我跟你们讲 这个咧 我买的时候是没有冷的 所以它就是不温也不冷 OK 没有这样好喝 然后这个咧 是刚才从冰箱拿出来的 冷的 这个很好喝 第三个 不好喝 因为没有糖很淡 OK 再来就是这种 罐装的 罐装的 COLA OK 我觉得 比较多气 罐装的 比较多气 真的咧 很明显的那感觉 真的是很明显的 你不会感觉 你喝的真的是一样 真的不一样 再来到这个 这个是LINE的 它上面写LINE 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我懂什么不一样了 它没有这样浓 不懂你比你看得出吗 你看你看 你看它颜色不一样 我懂了 这个喝多了 不会这样腻 因为它没有这样浓稠 OK 再来 我觉得每次最多人最常喝的 MATONEL 哇 我最喜欢MATONEL的掉了 我觉得MATONEL的比较好喝 MATONEL的因为冰很多 这些全部都没有冰吗 你看都没有加冰块的 我刚才讲 这个是第二名 第二名好喝是因为它冷 可是它没有冰 然后MATONEL的哦 里面很多冰你看 你看 我给到了啦 COLA就是要多冰 才好喝 哇 真的 我这样喝到来 全部不一样 OK 然后再来有一个叫VANILA的 讲真的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 这个是最高位的 OK ROOT BEER 喝过吗 A&W OK 就是这个 如果你很喜欢喝A&W 你真的可以喝这个 因为它 有那感觉 因为它VANILA 烧了COLA 整个咖啡这样啊 你看它的颜色 大便色 那里整个 你那个大便 烙塞啊 大便又绵绵的 它的颜色哦 就是这颜色 你自己看 你看啊 OK 不好喝 糖水 完全变糖水 COLA没有气 完全是糖水 OK 最难喝 超高味 OK 我们现在喝最通常的 我刚才上网找 因为他讲这个有柠檬酸的 我一喝,我感觉它比较酸 然后比较甜 没有再好喝 因为比较甜,比较酸 OK,来,Vanilla 喝药这样而已 整个喝药这样而已 你是有药味耶 那种小时候是发烧药啊 有那种药味耶,搞味耶 来,到这个尼茂 也是有药味 也是有药味 Mango 这更重啊 这三个哦 真的啊,我永远都不一定会买 真的很恶心 有药味,这三个有药味不好喝 最平常的,勉强还可以喝 OK,来,我再喝完全部了 我来排名一下 第一名哦 我觉得这个 Mettonal 第二名,瓶装的 然后第三名 罐装的 然后第四名 Light的 Cocacola 然后第五名 银装的 Cocacola OK,第六名 Zero的 Cocacola 第七名 OK,Pessy 然后第八名 就是 嗯,第八名 就是 烧的 Cocacola 第九名 就是这三个 我跟你讲,这三个是我 我喝到我觉得最搞味的最不会喝 最恶心的,我在这里想吐耶 Pessy Cocacola Cocacola的爱好者 这个我帮你们总结出来的感觉就是这样 你们自己去拿捏啦 你们想出来的话也可以自己去买 我这样买到来二三十块罢了 所以你们也可以自己去外面买哦 看你们喜欢哪一个 准备好多大过来 我丢个好多了 好 哇 哇